有几个地方要做 甘特图里面要做 就是把相关的资料编号增加1 然后呢工作名称也填上来 这样来起始日期 起始日期就前面这个日期 那结束日期就是把起始日期再加上 就是添数 那后面再给它一个结束日期 就把它直接填上去 再来比较复杂一点就是说 我需要知道呢 目前这个长条 这个图甘特图已经到哪里了 那我就直接从这个前面都空白 再往后面再画 看有几天就画几个格子 这个地方会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点 那我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假如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就是类似像这样 这个输入部分 我这个日期不用动 因为它自动会把前面的一个日期的 最后一天再加一天 这个是我已经写好了 16再加1 把它写回来 写到这边来 那只是工作部分呢 我比如说我换一个工作 这个然后添数我改一下 5天按输入 输入之后呢 就会增加 就会把这个资料分别 编号 然后相关的资料填上去 另外呢 也会把这个地方 增加个5天 而且特别注意就颜色 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那这个部分呢 这刚刚的这几个动作 我怎么撰写出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程式部分呢 怎么样撰写 首先的话我在这个背后呢 增加一个聚集 那聚集名称叫输入 输入 那这里呢 我写了几个 几个程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要知道 就是说 有三个讯息 第一个的话呢 我要从那个 Range C3 C4 C5 这边的话呢 分别就是我刚刚上面 各位看到的这个C3 就是那个 旗子日期 工作内容跟天数 这三个资料呢 我必须怎么样呢 先把它读取到 读取到XYZ 这三个变数里面 OK 好 再来的话呢 第一个 我先取得这三个讯息 第二个的话呢 要切换到干特图工作表 因为切过去嘛 那切过去 我们前面呢 有讲过 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Shit刮弧 2的话意思就是说 第二个 第二个工作表的意思 第二个工作表 那因为它的数字 自从1开始 边Select 就切过去了 切过去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要取得最后一列 这个 应该是取得最后一列 那所谓取得最后一列 就是说呢 我要知道 我现在应该 把资料填到哪里 切过来 第一个动作 切过来 第二个动作就是说 我有不要放在 A Ctrl向下 我要先知道说呢 现在资料 已经到第几列了 我才能够在下一列 填资料 所以这地方的话 我再下一列 那取得哪一列 这个地方 用那个Range AA 或者你用Range A1 也可以的 最后一列 接下来 如果我说第一列 这个我想前面 我没用过 判断呢 如果呢 它的这个R 已经是什么 最后一列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 里面完全是空白的 会造成一个问题 Ctrl向下 会跳到那个 1048576 这个出声歌 所以如果说现在完全没有资料的话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R等于1 也就是这个标题 那接下来的话 分别取得什么呢 取这个 第一个编号部分 那编号的话呢 我就把R加1就可以了 各位可以看到 为什么R加1呢 因为现在的编号 跟列号刚好相差1 所以呢 如果我现在呢 移到这一笔资料 那这个就是列号 再减1就可以了 列号在 列号在减1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 填上这个 这个 这个编号 那 列号 我这个R 加1列 就往下一列 往下一 这个是编号的部分 那编号的部分的话呢 就把它写 写到R R的话是列 那列的部分的话呢 我取得的应该就是 取得 就是这个 那如果说我取得是第五列的话 那底下的编号应该就是 这个列号 这个列号 OK 那把五的部分填上来 填上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再来就是名称 名称的话就是Y 然后七字其实就是X 再来的话 结束日的话 就是把X再加上Z 上面这个 这几个主纹果 我是取得 他们这个相对应的值 OK 给XYZ 那再来就是要填上颜色 那颜色部分特别注意 我这边可以用一个方式 可以乱数取得 这个颜色 那不知道各位没有印象 乱数的函数 就是R ND的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的值 就是会自动 取得什么 0 0到1之间 但是呢 它可能等于0 但是不会 不会等于1 是小1 所以是0到0.99999 那这个数字的话 我取得乱数 那取得乱数产生红色 乱数产生绿色 乱数产生蓝色 那就会利用RGB的函数呢 取得一个什么呢 取得一个这个颜色的 一个一个整 一个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呢 我就传给C 到时候呢 我在填颜色的时候呢 在Selection里面呢 会有个Interro的一个点Color 那我就把这个C呢 给它之后呢 就会自动产生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每一次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我填上的颜色呢 每一次都不会一样 OK 那就是乱数产生颜色的意思 那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一点 再来的话呢 我分别呢 For I 等于零到Z-1 那什么叫Z-1啊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我的起子是从零开始 Z的话就是结束日 也就是说呢 我现在要做什么动作呢 就是自动帮我把这个地方填一 一直到几个的 要填几格 是根据哪里呢 根据那个结束日 那结束日的话就是这个填数 我就分别把这个地方填上去 那填的方法的话 就是一格一格一格的填 那我可以利用回圈的方式 就是For I 等于零到Z-1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知道我要从哪边开始填 这里的话 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 目前已经填到第几格了 因为如果说呢 我不知道填到第几格 我就会重复 重复到那个甘特图 所以这边有一个取巧的方式 这里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注意到 在Z-1里面 这个储存格里面 我就偷偷怎么样了 其实你这样看不出来 对不对 可是我点了Z-1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里面呢就会有一个数字 就是23 那这个数字呢 实际上就是储存什么呢 储存目前储存格放的位置 也就是说呢 我如果知道23之后的话 那我就知道 再把这个地方 再往后填就对了 看一下这个数字 那我要填到哪一个 哪一格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5加上I 加上Z-1 那这个地方的 就是指的是蓝 那列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从R加1 就是我下一列 点Select 我选取那一列之后的话呢 再来填颜色 那宽度的部分的话呢 我给1 再来颜色的话呢 就是C 刚刚讲过这个乱数 产生的颜色数 那这样的话呢 分别一格一格的填 填完之后呢 特别注意 再把这个Z的值 再填回去 特别注意 这个值 要Z-1的值 必须还要怎么样呢 再加上结束日 也就是一直往后 一直往后里加 然后呢 再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R加上 因为我为了方便 就是说呢 到时候 我这个日期 再加1之后呢 再把它回写到这边 就使用者比较不容易出错 所以我填完之后的话 会把这个日期 把它再写回去 那写回去的动作呢 实际上就是 后面的这三行的动作 三行的动作 OK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那参考的程式嘛 我也已经把它拍照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刚刚讲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在这一个 Q22 这个界面跟那个程式嘛 那各位可以比对一下 输入的部分 在这个程式嘛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不过这里好像少了 少了几行程式 写回去那几行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哦